Hello, 大家好, 又是慳嘉仁 在加拿大那裏有寄 今次我們又去找食物 今次我們去過一間餐廳 就叫加盾茶餐廳 上一次也介紹過很多人也知道 很多人排隊 但今次下午 差不多下午茶時間 看到沒有人排隊 立即輸入去吃 究竟有甚麼可以吃下午茶的食物呢 現在給你介紹一下 如果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你懂得做 訂閱一下 按下小鈴鐺有甚麼新片 你就馬上知道 Like Share Comment 好了, 開始 這間加盾茶餐廳位置在哪裏呢 就在朗豪方 在萬錦區 你一進入這個停車場 你上去上層 即是室外停車場的上層 左手邊你見到 相當容易找的 通常你會見到 一堆人站在門口 因為真的要排隊 但今天星期五, 大約四點多鐘 門口又沒有人 開著門 一看 咦, 有位置 不要執書了 當然, 進去坐下吃吧 我又多喜歡他牆上的告示 寫明 淨飲啊 不切加一 不切相繼 絕無取巧 但如果你真的進去淨飲 每個人看著你 哪裏店 其實我覺得OK的 一會兒你看了價錢 就知道這間店 真是幾十位 有沒有發覺我現在 通常在片尾那裏 都有Menu看的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把Menu記錄下 但是你回看這條片 你就知道那裏有甚麼食 價錢如何 就算遲些他改了餐牌 都知道你之前是賣多少錢 所以這次都一樣 在片尾 就會詳細給你看一下Menu 現在我們直接 去看一些食物先 第一樣要介紹當然是海南雞飯 你看到我寫著的價錢 為甚麼23元 因為叫了兩個 11個半一個 為甚麼叫兩個 好吃 但是碟頭小 所以一班人share的時候 不夠吃 所以就叫兩個 就叫一個 首先看看雞 雞其實襯托著飯的尺寸 都是比較低色 但是好吃 沒辦法 油飯方面 顏色相當吸引 味道也不會太過份 剛剛好 大小 起碼小小 但是沒所謂 好吃就可以 不可以 就叫多一個 它的尺寸 真的十分之低色 但是如果一個人吃 僅僅夠飽 如果你想分享 真的要叫多一個 這裏 這裏不是全部 只是給你雞 這次我就很幸運 有雞胸肉吃 看上來 皮 都是跟雞肉之間 沒有甚麼肥膏 應該都挺健康的 味道也挺好吃的 起碼不會過淡 有時海南雞飯 太淡又沒有意思 太鹹也不像 飯也相當好味 不會過重的味道 也不會過淡 也不會過油理 所以我覺得 剛剛好 其實海南雞這家東西 各自各有表述 因為 每個人都說自己是正宗 但是每個人的做法都未必一樣 總之 你覺得好吃的那一間 就去吃 跟著要介紹這一個就是陳惠嫻的 為甚麼 歌仔也有得唱 咖哩啊啊啊 咖哩牛腩飯 沒錯 就是咖哩牛腩飯 這裏咖哩牛腩飯的咖哩 不像馬來的 它的椰汁味不夠重 但是 純粹好像香港吃的咖哩牛腩飯的味道 比較稀少少 但是拌飯 我覺得一流 飯的size一看就看到了 真是滴色到滴色到滴色到滴色 但是你不要管 如果好吃的話滴色一點 無所謂 因為 你這裏的目標 都是一個人的份量 這個牛腩有些大舊一點 有些正常size 但是弄的上來舊舊都很軟 亦有些肥膏在中間 有些肥膏和肥筋 所以吃上來 不同的口感 不同的感覺 味道有多好啊 它都有薯仔的 這些薯仔都好像是炸過的 所以吃上來 都有不同層次的味道 第3樣要介紹就是這個手絲薑蔥霸王雞飯 為甚麼叫這道菜 因為我看到旁邊多漂亮 所以 反正都是啦 人有我有嘛 我又叫一碟 況且價錢真是很划算 9.7毫已經有碟飯吃 有杯飲品 不用10元雞 當然叫來試一下 手絲雞別處好貴 看回這個雞 它不是一絲絲 是一塊塊的 當然啦 撕得粗一點 無所謂 但是淋了一些 甜的豉油 還有一些蔥油在面 看上來又不錯 飯分開碟上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碟稍為大了一點 免得這麼小碗 這麼寒酸 所以它這個飯 是大過剛才的飯 其實整碗飯 我覺得精髓 應該是這個豉油 這個豉油 令到雞相當好味 拌飯也很好吃 甜甜的 不錯的 用來下飯 用來下飯 真是相當之好 真是少少豉油加進去 你就吃了整碗飯 說到這樣 基本上雞都是盤點 所以OK的 你看到都有一些薑絲 在這裡 所以 吃下去 都有一些薑味 茶餐廳 吃這個茶餐 最重要是什麼 當然有杯奶茶 這裡的奶茶 都是很standard 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茶色 濃烈的程度 茶香 都是up to standard 當然 你要 甜甜的 就加多點糖 好了 結束了 這間餐廳 沒那麼多花生 還有折頭 又貴一些 總之 價格實位就實位 告訴你 隨便收了那麼多 這個海南雞飯 11.50 咖喱牛腩飯 11.95 比較貴了少少 但是 比同樣 一個咖喱牛腩飯,這裡算是挺便宜的 最便宜的是這個,手絲薑蔥霸王雞飯,9.75元 還要包飲品 總數44.7元 加上HSC,只是50.051元 總數來說真的便宜 因為我們叫了四個,但碟頭相對小 當然吃完不用打包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打包,這間就未必適合你了 總結來說,加頓茶餐廳,我覺得這間茶餐廳相當實惠 雖然碟頭小一點,但價錢相應地也收得便宜 難怪這麼多人排隊 食物方面,我覺得真的挺好吃 起碼碟碟我也沒有甚麼提議,飲品、餐茶也好 當然唯一一個不好,就是地方比較小和多人 如果你平時吃下午夜晚,真的要排隊 如果你放到一些他不逼的時間 敢不敢去下吃又OK的 他的下午茶餐基本上 和其他的飯都是差不多價錢的 所以你在下午茶的時間 都未必需要去吃下午茶 基本上全日同價禁制 所以這間茶餐廳我都挺推薦的 有興趣不妨去試一下 不過千萬不要選星期一來活 因為星期一他休息,平時就早上開11點 晚上8點 有興趣試一下 好了,我是坑家人 下次和你再找個正東西吃吧 得多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这样吧,下次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